我们在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带领 又来到了神所赐福的一天 那也相信在神所赐福的一天 我们天上的主耶稣基督 祂是很愿意把祂丰盛的恩典慈爱 来赏赐给祂所爱的人 所以因此我们只要能够守住神的诫命 能够遵守安息圣日 那从圣经当中给予我们的提醒 就是当我们守住神的命令 我们就是爱主的人 那我们爱主的人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丰盛的恩典 以及慈爱 祂不仅仅这些恩典在我们自己本身 祂会连续到我们的世世代代 极致千代 所以愿神能够来保守我们观中桥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这疫情的期间也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也不会因着疫情这期间的一个关系呢 让我们心灵上面受到许多的打击 愿神能够来保守 那今天上午 小弟就要借着头颖幕上所显示的 从圣经中看疫情 让我们面对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之下 我们该要如何来面对 那这一次新冠状病毒从去年开始肆虐到我们整个全世界 那在去年一年 对我们台湾来说 我们是有控制住 那顶多我们教会所受到的影响 就是分流聚会 那记得在去年实施分流聚会之后 也听到了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因着分流聚会 不能常常的来到教会来做实体聚会 就觉得说原来来到教会是一件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那一直到今年五月 从五月十五号开始 就开始有三 从北部开始发布了三级的警戒 一直到前两周也发布了全国 让我们整个实体聚会等于是一个停顿 那感谢神的一个恩典 因为我们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科技的世代 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网路 透过线上来做线上聚会 只不过地点变成自己的家里 那一家人呢 在自己的客厅 在找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 家人一起来看直播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聚会的模式 也是因着这世代的一个迫害 也就是因为疫情的迫害 让我们不得不照着政府所颁布的命令 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方案 或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敬拜神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天上的真神必定会带领 只不过我们在做线上聚会的时候 我们一再的提醒 期盼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能够如同在实体聚会一样 在这些家里面 也能够以一颗敬虔安静的心 而且在服装鱼容上面 也能够保持端庄 不要因为是在家里 就随随便便 尤其在安息日这一天 是要献给神的 所以我们在上午下午聚会时间 我们更能够抛下我们世俗上 一切的工作 一切的想法 能够把上下午的聚会时间 完全的来献给神 因为这是敬拜神的一个时段 所以期盼我们在线上 所有的弟兄姐妹 能够照着聚会的一个 实体聚会的模式 能够虔诚的安静的在家里 来聆听神的话语 那我们相信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 毕竟会把他丰盛的恩典慈爱 来赏识给我们 那面对现在的疫情 也有人说 这就是我们世纪的大瘟疫 那这个瘟疫 我们从去年一直到今年 尤其今年台湾感受到最深 所以有人认为 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有很多的说法 也有很多的看法 那不管是如何呢 我们就借着圣经上面 所记载的 让我们看看 这种瘟疫的流行 到底神要给我们哪些提醒呢 我们就借着圣经上 所给予我们的教训 那我们也可以从 整个圣经上 所记载的 那我们先来看哈巴古书 这一段记载 我们来看哈巴古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五节 第六节 哈巴古书第三章五到六节 旧约圣经一千一百零一页 旧约圣经一千一百零一页 哈巴古书第三章五到六节 第五节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六节 他站立凉了大地 观看赶散万民 永久的三分裂 长存的灵塌陷 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 从这段圣经 神借着先知 来提醒当时的选民 就这边谈到 在他 他只指责这位独一的神 在神面前有瘟疫流行 在神的脚下有热震发出 所以从这段圣经来提醒我们 瘟疫热震都是在神的面前 神的脚下 表示这是神所应许的 那如果我们再从 西伯来书的第一章 第七节 西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 那边就特别谈到 论道实者又说 神与风为实者 以火焰为仆役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大自然的一切 我们所遇到的 我们所感受到的 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如同这一次 我们所遇到的这疫情 这也是一种瘟疫 这个也是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了解到 既然是神的作为 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去面对 而且在使徒行传 这边也特别的来提醒我们 我们世人的一切 其实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 十七章 当保罗来到了雅典 看见了那边 很多的人 对神的一个敬拜 甚至连卫士之神 他们都有这种敬畏的心 要敬拜 因此保罗就借着 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告诉他们 介绍这一位 创造天地海的独一真神 所以在使徒行传 第十七章二十六节 这边就谈到 他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域 二十七节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二十八节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所以从这两段经节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 都在乎神的手中 所以因此这大自然的现象 都出自于神的手中 也是神所掌控 所以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 这一个瘟疫的肆虐 也是神的作为 也是神所掌控的 既然我们从圣经当中 给予我们的提醒 既然这一些现象 都是神所应许的 都是神所掌握的 那我们应该要如何来面对 所以从圣经当中 我们就从圣经上的几处 记载来看看 在圣经中所谈论到的 这个瘟疫 它既是神的作为 那神有祂的什么目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出埃及记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九章 第九章来看第二节 出埃及记第九章 第二节 二节 你如果不肯容他们去 人就强留他们 耶和华的手 夹在你田间的牲畜上 就是在麻 驴 骆驼 牛群 羊群上 必有重重的瘟疫 是结 耶和华要分别 以色列的牲畜 和埃及的牲畜 凡属以色列人的 一样都不死 我们 这边就特别谈到 神借着瘟疫 在埃及 地 来施行 为了就是 让法老 能够明白 这是神的作为 瘟疫 能够来产生 能够肆虐在地上 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那从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 神明明的来告诉法老 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法老 我们可以看到在 第四节这边谈到 耶和华要分别 以色列的牲畜 和埃及的牲畜 这个是神 在埃及 所降下的灾祸的 其中一项 也就是出一支灾 那借着这瘟疫的肆虐 让埃及人 让法老 也是让以色列百姓 明白 这是神的作为 为了就是要分别出 以色列百姓 是神所捐选的子民 在神的保守之下 都能够安然无事 那属于法老的这一切呢 那都会受到 瘟疫的一个肆虐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瘟疫呢 它的目的呢 神就是要分别出 神的子民来 借着这一个灾祸 那当时的一个环境 我们可以了解到 神要把他所捐选的子民 从埃及地来分别出来 要建立属神的一个国度 但是呢 卡在法老不愿意 因为呢 法老要用以色列百姓 来做福音 做很多的苦工 所以因此神就降灾 尤其在出一支灾 特别把这重重的瘟疫 降在埃及地 特要来分别 神的子民 以及不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这是神的提醒 这个也是要彰显 这个全能的神 连出瘟疫 这都是神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们再持续看到 出埃及记的第九章 第九章的第十五节 出埃及记的第九章第十五节 十五节 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 你和你的百姓 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十六节 其实我叫你存力 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所以这就是神的目的 神借着瘟疫 在法老所住的疆界 来施行 这一个瘟疫之灾 也就是要让法老明白 我就是全能的神 那神其实可以用瘟疫 一次就把整个 法老所属的全部毁灭 但是神没有这么做 神明明的告诉法老 说我叫你存力 是要向你显出我的大能 要让我的名来传遍天下 所以让世人能够了解 原来这位独一的神 祂是掌管所有的一切 连瘟疫都是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 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也是出于神的作为 就如同在当时一样 所以让我们能够借着 在旧约时代的这些例子 能够作为我们一个形式 那我们再看到 立位记 我们来看立位记的26章 立位记的26章 来看到25节 立位记的26章 25节 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 报复你们被约的仇 聚集你们在各城内 降瘟疫在你们中间 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手中 那这一段呢 是神来提醒他的选民一件事情 这边就特别谈到 我要使刀剑临到你们 报复你们被约的仇 这就是选民他被约了 与神所立约 我们可以知道 当神的选民 从埃及地来离开 要进入到神所应许的 加拿美地 后来呢 他们来到了西乃山 在西乃的旷野 神就借着摩西 把律律典章 借命呢 来颁布给以色列百姓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也完全的接受 以色列百姓说 凡神所借着摩西 所吩咐 所交代的 我们会完全遵行 所以神借着 在西乃的旷野 把律律典章 颁布给以色列民 就是要让他们 能够在往后的 敬拜的一个服事上 有一个依据 借着神所颁布的 我们就照着行 就有恩典 就有神的慈爱 神必定会来带领 但是呢 很可惜的是 这些选民呢 常常被曰 一直到后面 虽然神给他们立了 一个网 来管理他们 也一样 常常被曰 所以呢 在地危机这一段 神特别来提醒他们 用刀剑 用瘟疫 甚至把他们交在仇敌 的手中呢 这都是因为选民 他们被曰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神施显着瘟疫呢 乃是因着选民 被曰 离弃神的缘故 那第一点 我们谈到 是为了分别出神的选民 那第二个呢 就是来谈到 因为选民的被曰 离弃神 所以让我们能够来一个提醒 我们遇到 是不是因为 我们有罪了 我们是不是得罪神 所以从旧约的历史 选民的历史 可以了解到 原本 他们是要遵守 神的律律典章 他们也愿意来遵守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生活当中 所说的 跟所做的 却没有 没有成为一个正比 反而呢 是常常被曰 那我们就从整个 选民的一个历史当中 来看 他们是如何的来被曰呢 我们从民宿记 来看 在民宿记的第十三章 民宿记的第十三章 这边是特别谈到 神的选民 要准备 进入到 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但是呢 在进入之前呢 第十三章就特别谈到 摩西就派遣人 要来归探 神所侍服的迦南美地 要来看看 这个迦南地 是不是成如 神所应许的 是一个流乃与密之地 因此呢 他们就来选十二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 派出 他们的首领 所以总共十二个人 就来到迦南地 来归探 归探的时间 是四十天 在民宿记的十三章 二十五节就谈到 过了四十天 他们归探那地 才回来 所以当他们 把迦南地 去归探一遍之后呢 回到以色列 选民这个地方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从民宿记的 第十三章的 三十二节 我们来直接看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探子中有人论到 所归探之地 向以色列人报恶信 说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 都声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 亚纳族人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 就如扎蒙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 也是如此 这个是十个探子 所回报的 讲说在迦南地 这一些原本居住的人 他们是吞吃居民之地 因为他们看到 那边人的声量高大 甚至也看到了当时的伟人 伟人的后裔 也就是亚纳族 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没有办法来去占领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能力不足 所以因着他们报的恶信 这个恶信就是 没有信心的话 那神既然从亚伯拉罕 来应许要把这迦南地赐给他们 那借着神的能力 没有难成的事 这些神的选民 在埃及地 看见了神的作为 降下这些灾祸 也看见了 也体会到了 神如何让他们过红海 而且是下海走干地 而且呢 在旷野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几百万的人民 尤其在吃的部分 要如何解决 纵使他们从埃及地 带出非常多的用品 或是食品 但是呢 不出几天 绝对是用完了 那神就降下玛纳 那他们渴了呢 神又借着摩西 吩咐磐石来出水 而且那个水 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水 我们要想要立即的 让几百万人来解渴 那个水的量是非常的大 在旷野之地 在磐石当中 既然会有这么多重水 能够让百万的人民解渴 那个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这个都是整个选民 看在眼里的 只不过没有想到 来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要准备来承受的时候 因着当地的人民 声量高大 而且呢 又有伟人的后裔在当中 他们就认为 他们没有办法来面对 所以借着眼睛所看见的 听到这些 探识的探子所说的 他们就把他们 对神的信心消化如水 所以我们可以再继续看到 第十四章 民书记的第十四章 就谈到当下全会众 听到了这十个探子的恶性之后呢 也就是没有信心的话之后呢 就大声喧嚷 而且那一夜百姓都哭好 哭得很伤心 甚至要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死在这个地方 又让他们回想到 我们在埃及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说 原来这些选民 已经接受了神的 神的律律典章 与神立约 要成为神的选民 而且呢 也看到了神这么多的一个作为 但是没有想到 在此时此刻 他们还是没有信心 那在这十个探子当中 特别的另外两个 也就是迦勒以及约苏亚 他们还特别的来 再增加大家的信心 所以在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的第六节这边 就谈到 归探地的人中 那儿子约苏亚 和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 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 所以纵使约苏亚加勒 他还是向 不放弃的向以色列百姓 来信心喊话 他相信神必定 能够带领他们 来进入这流奶与蜜之地 但是呢 在当时众人已经没有信心了 所以纵使是约苏亚加勒 在信心喊话 那他们也是不听 甚至呢 第十节就谈到 但全会众说 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 已经失去信心 纵使听到这迦勒 约苏亚信心的喊话 他们也不愿意听 甚至还要拿石头 要打死约苏亚跟迦勒 就在此时 神的荣光就在会幕当中 向以色列百姓来显现 那这个时候呢 神就对摩西就讲 我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 让这一些发怨言的人 不得承受我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这个是在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 神对摩西所说的 要降下瘟疫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因着选民的备约 神就要利用瘟疫 来击打他们 但是感谢神 因着摩西的求情 所以这些事情呢 就没有来实现 所以神的选民 还是依然的 在神面前能够来保守 那这些选民 不是只有在此刻来被约 如果我们再往后看 民宿记的第十六章 民宿记的第十六章 就谈到了可拉事变 那这个可拉 他是立位之派的 他也算是首领 那他就召聚了 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 还有有名望的来选出会中 为什么呢 他们就是要来攻击摩西 那我们看十六章的第三节 第三节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 你们善自专权 全会中各个祭祀圣洁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 耶和华的会中呢 这个是因为可拉他眼红 他嫉妒 他嫉妒 为什么神只单于摩西亚伦 来说话 我们各个祭祀圣洁的 应该我们各个都有 都有这个资格 所以他们就召集这么多的人 要来攻击摩西亚伦 那借着这个事情呢 那神也出手了 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我们再进入到 直接看到第十六章的 第三十一节以下 这个就是可拉党所受到的惩罚 神借着地开口 把一切属可拉的人丁 全部吞灭 全部灭亡 因为他们攻击了摩西亚伦 摩西亚伦是神所拳选的 要带领以色列百姓 是代表神的 攻击摩西亚伦 就等于是攻击神 这个是神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你既然要攻击神 所得到的刑罚 也是非常重 所以神就让地开了口 吞灭了属可拉的人丁 财物 全部被吞灭 那遇到这件事情 全以色列会众 他们看到了 他们也吓到了 但是呢 他们只有安静 一个晚上 到第二天 明书记的十六章 第四十一节 第二天全会 以色列会众呢 都到摩西亚伦那边 来发怨言 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 前一天才看到 可拉党受到神的惩罚 到第二天 马上就忘了 又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所以此时 神就出手 将瘟疫在 以色列百姓当中 来看到四十八节 他站在火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四十九节 除了因可拉事件死的人以外 遭瘟疫死的 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 因着以色列百姓 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神降瘟疫 在选民当中 那遭瘟疫死的人 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 所以这都是因为 选民的被约 选民的发怨言 不相信神所选立的摩西亚伦 所以这就是选民的被约 一次就死了一万四千 一万四千七百人 那其实这个死了还不算多 那再往后看 还有死更多的一次 也就在民宿记的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这边是谈到什么 谈到石亭 石亭事件 这石亭事件 是在那一个地方呢 神的选民 与摩押的女子 起淫乱 所以惹神的愤怒 神就降瘟疫 在他们中间 那虽然当时 所有的选民 首领 摩西 在神面前 来忏悔 来求神能够原谅 但是呢 没有想到 当他们要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 此时却还有 以色列百姓的 而且还是首领 又来得罪神 所以我们看到 二十五章的第六节 我们来看 《民书记》的二十五章第六节 第六节 摩西在以色列全会众 正在会幕门前 哭泣的时候 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 当他们眼前 带一个米店女人 到他弟兄那里去 七节 祭司亚伦的子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 贝尼哈看见了 就从会众起来 手里拿着枪 就跟随进去 没有想到 在悔改的过程 既然还有人 要来得罪神 所以这个是 最不应该的事情 明明知道 这是神所厌恶的事 但是呢 这就是选民的被约 所以瘟疫 已经在民众施行了 神已经在惩罚了 那所有的首领百姓 摩西在忏悔的过程 还有人 既然还要来犯罪 那在当中 有一个 祭司亚伦的孙子 也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 贝尼哈 看见了这件事情 就跟去 跟去做什么 因为他也是 如同神的心肠一样 既恶如丑 所以看到这个现象 他没有 没有说不管他 他就跟随 我们继续看到第八节 跟随那以色列人 进庭子里去 便将以色列人 和女人 由腹中刺透 这样在以色列人中 瘟疫就止息了 九劫 那时遭瘟疫 使得有两万四千人 使得比之前次还要多 所以因着菲尼哈 饥饿如丑 这就代表了神 他就是饥饿如丑的神 这样有人能够出来制止 那得神的喜悦 因此 贝尼哈这么做 就让瘟疫 在以色列人中 来仔细表示 有人没有办法 看不过去 我就是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瘟疫 为什么会在选民当中 来施行出来 肆虐呢 乃是因为选民的一个 被曰离弃神 这就是让我们来去思想 那再回到哈巴古书 回到哈巴古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三到四节 哈巴古书第三章三到四节 三节 神从提慢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林到 他的荣光遮僻珠天 颂战充满大地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那这边是谈到什么呢 神借着瘟疫 那是神的作为 来表示说 要显出神的荣耀 那这边谈到 神从提慢而来 这个提慢就指着南地 南地也就是指着犹大地 也就是指着圣成耶路撒冷 神就从这边而来 那神的荣光呢 是遮蔽珠天 那我们想一想 这个珠天是范围多么的宽广 我们人呢 没有办法能够遮蔽珠天 但是呢 这边就谈到 神的荣光却遮蔽珠天 表示神的能力是多么的大 我们世人所没办法做到的 神都有办法 神的荣光是遮蔽珠天 然后宋赞是充满大地 他的荣 他的辉煌是如同日光 我们可以看到 日光 他一照是照在全世界 每一个寸土上 每一个世人的肌肤上 是没有人办法 没有人能够来去阻挡的 所以神的辉煌呢 就如同日光一样 所以这就谈到 神的荣耀是无法遮掩的 所以神要彰显他的荣耀 我们人没有办法来去阻挡 而且神的荣耀在哪里 其实呢 我们借着几段圣经 我们更能够了解到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 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 四十三章的第七节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 七节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这边就特别谈到 我们人就是要显出神的荣耀 神造人 就是为着他的荣耀而造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原来神借着瘟疫 要彰显他的荣耀 也是给我们世人的一个提醒 想想我们 有没有来归荣耀给神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说的 有没有来荣耀神的名 所以借着新约圣经 保罗的书信 也是这样子特别的 来提醒我们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十章的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三十一节这边就特别谈到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所以再想想 我们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患难 尤其在我们台湾今年 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瘟疫 甚至让我们整个生活 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就想想 我们有没有荣耀神 既然神要借着瘟疫 要彰显他的荣耀 我们更要提醒自己 我们要如何来荣耀神 尤其是我们已经是成为神的选民 神的儿女 我们有得救的盼望 我们更应该要从我们本身来做起 要在这世上为荣耀神而行 就如同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所谈到的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这就是从圣经当中给我们做一个思考 那第四个所要谈出来的 那既然瘟疫是神的作为 那既然从这样的一个作为当中 让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 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 来看第十节十一节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第十节第十一节 十节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十一节 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那这个地方是特别谈到 当神的门徒问主耶稣说 当主耶稣再次临到的时候 会有哪一些现象呢 所以呢这边 主耶稣就来提醒他的门徒 那当主来的日子 会有一些现象会产生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这些现象呢 主耶稣就说 会有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那这个我们也能够 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能够感受得到 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十一节说 地要大大震动 也就指着地震 的确地震 对我们来说 也是发生了非常多次 而且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九二一大地震 受伤最大的就是浦里 跟东四这两个地区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 在当中也特别谈到 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 所以连瘟疫 这都是要表达出 神的日子真的是临近了 当两千多年前 主耶稣开始来传福音的时候 就说天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 在当时 主耶稣就说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 表示主耶稣要再次的临近我们 那两千多年后的 现在的我们是更近了 也看到主耶稣 所谈到的这些现象 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 常常发生 所以代表主来的日子近了 既然神借着瘟疫 来肆虐我们 来提醒我们 神的日子即将来到 虽然那一天没有人知道 连子都不知道 何况是神的死者 既然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应该要如何面对 就是要警醒预备 就如同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25章 25章所谈到的第一个比喻 十个童女的比喻 就来提醒我们 神的日子来到 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就如同这十个童女 要等待新郎的来到 但是新郎却是延迟 那他们等到都睡着了 打盹了 没有想到当新郎来到的时候 这十个童女当中 就有五个童女发现 他的油已经不够了 就要向这五个聪明的童女 来分点油 但是呢 这个油他们所准备的 刚好就只能一个分量 无法来分点油 给这一个五个鱼卓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到后面的结果 这五个鱼卓的 赶快去预备油 再次回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被关在门外 没有办法进入到 主人的家里面 反而这五个聪明的童女 因为他们有预备油 所以因此 他们就与他的主人们 同享在主人的家里面 那后来神 主耶稣呢 借着这一段比喻呢 他主要的提醒是什么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十三节 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十三节 十三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是主耶稣 借着这个比喻 来提醒我们 当初来的日子 那个时辰 那个日子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唯有警醒预备 所以我们要如同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 我们要警醒预备 来预备油 让我们能够实实的 能够在神面前 能够站立得住 不要当主来迎接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还没有预备好 我们就会如同这五个 余着的童女一样 被关在门外 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一个恩典 所以我们借着 从这四方面来看到 这个瘟疫 它是神所 神的作为 也是神所掌控的 那神呢 借着这个瘟疫 来表达 要分别出 谁是我的子民 那神也借着这个瘟疫呢 来表达出 是因着他所卷选的人 背弃神 然后与神所立的约 把他背弃了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缘故 那也借着瘟疫呢 要来显出神的荣耀 来表达我们 有没有为荣耀神而行 那更重要的是 表达主来的日子 更近了 所以主耶稣 要来迎接我们的日子 真的是近了 所以期盼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就如同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 主耶稣的提醒 要警醒预备 所以虽然现在实体聚会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在线上聚会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着一颗 敬虔安静的心 不要认为 我在家里坐的沙发太舒适了 所以就在聚会当中 比较常会打瞌睡 因为有几次 小弟也是会跟家里的人 来一起做线上聚会 的确 线上聚会跟实体聚会 感觉不一样 因为是在自己的家 在自己的家 那种心就会比较放松 那比较放松呢 就容易打瞌睡 所以在跟家里人一起 在家庭线上聚会的时候 都会提醒孩子们要做笔记 你要写字 你才不会容易打瞌睡 因为你坐在椅子上面 坐得太舒服的时候 有时候听到道理 听到后来 眼睛就不自觉的 就闭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危机 听道理到打瞌睡 就如同这一个 余佐的童女一样 她就是不预备 我就是不警醒 当主来的日子 那个时辰 那个时候 来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恩典 所以期盼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借着我们早上 所提到的这四个方向 让我们提到 让我们了解到 瘟疫是神的作为 更能够让我们的信仰上面 有一个省思 那我们下午的部分呢 就会来谈到 既然瘟疫是神的作为 我们要如何来面对 我们一样 也是从圣经当中 来提出几点 来作为我们如何面对 现在这样的一个 严重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要如何来面对信仰 那我们早上的聚会 就到这个地方